坎角社区在民间相公所的辅导之下 参加社照及公民审议计划 提出五大计划 在经由社区民众票选后 之前举办大手拉小手 做出坎角新智慧的活动 带领社区的家长和小朋友 一起参观地方特赦 再利用凤梨火龙果来制作点心 凝聚社区的情感 今年度总共有提了五个案 五个案经社区的居民票选 产出两个案 今天这个案是第二竿案 已经在办理这个亲子DIY的活动 首先我们早上先做简报 后社区的家长和小朋友 到我们四五个点介绍特赦 之后回到社区 我们来制作在地的凤梨书 以及那个火龙果燕麦饼干 民众类小姐表示 这次带着三个小朋友共同来参加 这次的活动参观了百年芒果树 商店派出所最后又有DIY的手作体验 感到非常的有趣又好玩 我今天带着三个小朋友一起来参加 然后我们沿路有去参观 就是我们砍角村的风景 然后百年芒果树 还有百年的商店 还有百年的派村所 然后觉得 然后还学会了做凤梨书 还有饼干 火龙果的饼干 然后刚刚还有去采火龙果 我都是运用我们在地的坎饼村的民产 还有食材去做的 然后觉得这活动非常有意义 然后觉得小朋友也能了解社区的活动 还有产业 觉得很开心 而这次的社区小旅行 不仅吸引许多的民众带着小朋友参与 也能够借持联系居民之间的感情 并发展出在地的特色 使小朋友们对于地方的农特产都有更深入的认识 记者邱平俊 民间乡采访报道